如果你在车祸后被换上了一副用刀滑不烂 高楼摔不死的身体 这时有人告诉你 这身体是导致灾难发生的元凶 身体不换回去将死伤无数 但换回去你会终生瘫痪 你会怎么办呢 大家好我是母举娇儿 今天将继续给大家带来 艾口化身下半部的剧情 上期提要 艾茨在众人员遇险时 察觉自己能够精准预判到混沌蹦出的位置 利用这一优势 他辅助队友们完美进攻 大家在合作间产生默契 看过了本次危机 可在事后 艾茨竟陷入短暖的晕厥 神奇侦查到旧研究所里的另一个艾茨 同样出现意识减弱的问题 决定加快脚步 到那进行交换手术 结果在第三区域 八人组被之前抓走艾茨的小左波带队赶上 前面有了八人的开路 他们轻轻松松就到了这里 小左波为了逼神奇投降 令人故意设计其身后的混沌 令他们进退两难 神奇亲自下去谈判 当然 什么也不肯透露 和解根本谈不成 就在小左波把枪指向神奇时 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人形混沌冲上来 将他吃掉了 才行堆乱了阵脚 维维开炮 激活亮光将附近的混沌 统统迎来 落得了全军覆没的下场 吸取了特勤队的教训 打到对立即关闭光源 再利用照明弹声动击息 最后顺利赶到断头台开启电渣 将四中一代的混沌电成黑炭 诡异的事 艾子居然和混沌产生共感反应 被黑色巴文遍布了全身 好在巴文很快退去 艾子身体的秘密并没有被其他人发现 碍于突发状况太多 队长大幅取消了打烙队之间的竞争 希望集合所有人的力量 去护送艾子和神奇 众人的感情在共度患难后 逐渐行进 艾子不禁思考起来 觉得自己不该对他们诸多隐瞒 尽管没能搞懂神奇执着于他的原因 但艾子已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找机会对伙伴坦白 戴上道具观察另一个自己时 艾子又看见了一段有关那女孩的记忆 得知女孩就是依佐金院长的女儿 佑燕 发现情窦初开的她 喜欢着温柔帅气的尤良俊英 尤良是两年前为艾子动手术的天才医生 可惜于两年前的大爆炸遇害身亡 休息完毕 一群人朝着旧研究所出发 距离目的地越近 温顿出现的概率就越频密 趁神奇给大伙们补充特制弹药时 温顿竟找到缝隙转入假装车 将艾子一把卷出车外 然而 他们貌似没有伤害艾子的意思 只是将艾子包裹在井里 升上数米高空 发现一旁有香 艾子果断用她从内部杀死温顿 结果被死后重达数百斤的温顿 重中压倒 好在 仍然早被设置好要保护艾子 因此艾子被她及时化身的保护罩给救了 不幸的是 艾子全身的黑色斑纹 彻底暴露了她是人工生命合成体的事实 由于艾子这种肉身 会释放出吸引混沌的成分 所以对于打捞员而言 这和被红片去运送即时炸弹没有区别 你也没有衣服外面 你还在外面 你什么隠着呢 场面因神奇的诸多隐瞒 一度剑拔弩张 但队长大幅坚信神奇有解决大爆炸的能力 于是主动站队为神奇说情 最后 艺术出于好感偏谈了艾子 大蓝 橘毛女和阿子虽有不满 奈何任务已回不了头 只能配合下去 在此之前 大蓝声明如若情势变得凶险 自己会杀了他们保全大队 抓紧时间 一行人抵达了第三区域的电查 神奇感激大幅的出面帮忙 防备大幅鼓励 要与伙伴们相互信任 与前几次相比 温顿遭受电击时 艾子身体所感受的痛楚更为激烈 就在大家咬紧牙关前行的荡儿 队长正策划一件伟大的事 更在期间 发现了有关于神奇的重大秘密 画面一转 身处第四区域的八人组 陆续遇到了许多人性混沌 艾滋与人性混沌没有共感 也无法预判他们的动静 谁知 混沌直接穿透了坚固的装甲车 白石发现车内的激光炮复合超载 于是带神气于艾滋汽车逃亡 伴随着一声巨响 装甲车瞬间被炸得稀烂 大夫拼死互助的三人 他从一开始就信任大爆炸灵被解决 到这时候也依旧相信这趟旅程是有意义的 他的死和尸体被混沌吞噬的场景 大大打击了所有人的意志 混沌甚至对消失的白石发起攻击 可这回竟被艾滋给拦了下来 那个一直被视为受保护目标的他 奋不顾身想要守护他人 即使被共感折磨也在所不惜 见识行警 白石正说起来辅助大家 骑人称到第四区域的电渣 启动断头台暂时解除了危机 可无可避免的 大夫的死令神气成为了纵使之地 当然决定杀死艾滋和神奇 提前终结任务 死到临头 神奇却依旧没有回头的打算 为了不辜负大夫的信任 他不惜用激将法再一次得罪所有人 逼他们无论如何 护送自己到目的地 换名一转 从白石口中艾滋得知 一旦自己换回真身 复制体就会死去 他不忍心活生生的生命 为他而死 得到神奇冰冷的回应一句 那不是人类 没有必要为他着想 然而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艾滋认为神奇不是那么冷酷无情的人 他上前握住神奇的双臂 下一秒 优越的脑电波就发生激烈波动 一堆人性混沌冲出来袭击艾滋 为什么艾滋能与普通混沌共感 与人性混沌就不能呢 两人在打捞员的援助下脱困 真相伴随着他们抵达第五区域 在那开始的地方步步展开 研究所前 两种混沌同时冲出来包围他们 想不到又一种新的紫色混沌出现 与两种混沌扭打在一起 三人从数十米高空急速下降 被紫色混沌换为手掌及时握住 瞬间 一段记忆涌入艾滋脑中 他看见自己的身体暴走 形成混沌 肆意杀人 占领旧研究所的画面 七人准备网大爆炸的根源 也就是最下层前进时 光波传来了衣佐金院长的声音 今天 他要和大家分享神奇拼命隐藏的秘密 没错 神奇就是那位尤良医生 有史之中 这复制人体只是一具人工复制体 爱子的编号是0002 神奇的编号是0001 当年尤良虽然在大爆炸遇害 但在黑大医生的帮助下 大脑被移植到了神奇的复制体内 活了下来 更惊人的是 院长说待会被销毁的人 是爱子 而不是另一个他 从一开始 爱子就被神奇和黑大医生布局骗了 他所谓的真大脑 其实是人工大脑 他所以为的假身体 其实才是真正的身体 造成大爆炸的起因 是复制身体不接受与复制大脑分离 而陷入混乱 才导致异常增值 化为混沌 游良为了终结大爆炸 会在手术时 一特制的药物 令爱子脑死 这样当大脑换回去 温度化的身体 就会自动消灭 院长准备有睡爱子 跟自己一起走时 被黑大医生发现而中断了广播 虽然这阶容有点太迟了 那些责任是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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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你 本来在本来的地方 那便快点 再次融合 脑溫和作物是什么 大人看穿了油粮的口是心肥 未来的集合爱子解释 底下的馄饨蜂拥而至 爱子害怕的一个人跑走 在路上遭遇袭击 又一次被紫色馄饨所救 与此同时 人形馄饨缠住了正在寻找爱子的油粮 故事到这里 正式揭露三种馄饨的身份 紫色馄饨 由真爱子的大脑意识操控 红色馄饨 由复制体身体变换 没人操控 人形馄饨 则由用业的复制体变换 偶尔由用业操控 两年来 这爱子一直保护着妈妈和弟弟 每一天都像作梦一样 看着爱子在外生活的记忆 开心的 难过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让他保有了自我 但惊喜 他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弱 于是决定由自己抑制其他混沌 多付爱子为他救出家人 代替他火下去 梦境里 由业无助的哭诉自己迷路了很久 一直都找不到身体 由良想不透事情的喜鹰 被由业缠得太紧 一度窒息 多亏这爱子的混沌及时出现 助他脱困 换命轩 爱子在软软的带领下 找到病患 认识了妈妈和弟弟 久别重逢 他又哭又笑 心里很明白自己不能那么自私 独享着家人的关心与爱 既然他才是复制的那个 他就该做只有他能做到的事 区域外 易卓金院长继续搞事 为了不让手术成功进行 他带上梦境洗道具 远程控制佑业的混沌 去干扰牛良 从佑业重伤昏迷开始 他就创造了无数个复制体 去连接佑业的大脑 无奈 部分复制体都变成了混沌 佑业都没有一点醒来的迹象 所以他急需研究 爱子这种产生了自我意识的人工道 以便自己也能给佑业造一个 平良宇送成魔石 被人心混沌抓住的爱子 如意间进入了佑业的潜仪式 该来的医术 该强为爱子和牛良挣脱束缚 三人在真爱子的处理下 躲到了储藏室 医术不希望爱子死掉 忍不住向爱子告白 堂白自己曾看过他的不幸 表明了想要保护他的决心 想不到爱子摇了摇头 否认了自己是娶爱子这个人 两人说话的时候 优良已经调配好炸药 打算炸飞外面的混沌 开出一条路 一出七分 优良依旧想进行手术 对优良起了杀意 好在在爱子的宣组下 痛苦的放弃了 后面切换之黑赖医生 他透过闭路电视观察旧研究所的状况 为了不惊动院长 他没有使用广播 而是采用可视光通信联络上优良 被优良趁机吩咐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一些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 三人来到了当初给爱子动手术的地方 经绝症爱子的意识病临溃散 再不开始手术就来不及了 优良迅速启动设备 这时打扰员也全员赶到 及时肃起了打算打乱的人形混沌 如良交出了本杆用来让爱子脑死的药水 见证过爱子为了伙伴义无反顾 甚至自愿欣赏自己归还身体 他意识到 复制体爱子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 不是假货 又一波混沌走路 爱子在软软和打浪员们的保护下 进入了手术舱 尽管危机四伏 他对优良依然保有安心与心爱 手术正式开始了 彻底疯狂的院长为了中断手术 将优越还没混沌化的复制体 全接上自己的大脑 如何成了人类肉身根本打不过的巨大怪物 手术仍在进行中 一段打断 两位爱子都将万劫不复 就在打捞员全力一战 却拿他没办法时 异书想起了那瓶脑死药水 跳到怪物井边 异书把一只神了进去 让橘猫女打穿手上的药水 是药水扩散于怪物体内 药水生效了 怪物连同与只相连的院长一同脑死 想不到 至今触发优越混沌暴怒 转为攻击爱子 千军一发之际 优良提前上的保险生效了 赶到医院的黑赖 切断了优越与复制整门的连接 一切正如优良所料 优越行不来 是因为院长造了太多复制体 弄巧反拙 害得他迷路 所以只要结束于复制体的连接 优越就能找到真正的身体 爱子与真爱子的大脑转换完成 混沌全数枯萎 真爱子成了完完整整的人 而没了身体的爱子只剩下一颗脑袋 因为失去身体的支撑 爱子的大脑很快就丧失意识 在众人的见证下走向凋零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大家都始料不及 安然居然给爱子造出了新身体 原来爱子父亲早在软软那里详细保存了爱子的生理信息 至此 两个爱子都活了下来 为了不打倒真爱子往后的生活 爱子拒绝今后与他一起生活的体谊 向妈妈和弟弟做了最后的告别 爱子和牛良出发寻找他真正的容身之处 风雨过后 雨过天行 真爱子与家人回归了平静的日常 优越努力学习寻找治疗父亲的方法 和牛良保持着书面联系 打捞员门协助黑赖医生继续了人工生命体的研究 各自为重建社会处以奋力 一年过去 爱子在牛良的帮忙下转向到了北海道高中 重新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初めまして 私の名前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